大家今天終於有金正恩的新聞 早上起床時見到 朝中社出了一個 就是金正恩五一勞動節 出席他們北朝鮮化肥工廠活動的照片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張照片 你見到金正恩依然招牌的笑容 在她的右手邊 就是她妹妹 金正乳症 重點就是我跨著這個 就是2020年5月1日 看來朝中社要努力告訴大家 金正恩依然是健康 打破她之前說她的心臟病 以及說她變成了植物人等等的傳言 你見到她的笑容燦爛 還有新聞那裡有影片 她的影片你見到她逛 跟她平時一樣 都是健康、肥大、看來什麼事都沒有 又不用人家苦 亦沒有拐著拐著 但是我今早看完新聞之後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I doubt 就是我有點懷疑 然後我跟幾個新聞圈的朋友 即是WhatsApp說起 大家不約而同 都覺得有一些懷疑 雖然當然有我們自己的原因 先說我自己的邏輯 我覺得有三點令我很懷疑這張照片的真確性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這個化肥工廠的活動 其實在今年1月份已經去過了 所以這張照片到底是在1月的時候拍的呢 還是是昨天5月勞動節的時候拍的呢 那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當然重點就是看到她這個圖 其實是她給你看的 就是5月1日我掛著這個位置 5月1日這個照片的改圖 其實坦白說 現在這個科技改圖真的很容易 就是一點也不難 雖然我不可以說 Kills說她這張圖是假的 不過就是我有一個懷疑 因為這個地位其實她今年1月份的時候 是去過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令我覺得有些邏輯性 不太符合邏輯 有些QK的 就是今年4月15日 是太陽節 大家聽新聞聽了很多次 就是北韓的太陽節 就是她祖父 就是她爺爺金日成的誕晨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在北韓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但是今次不單是金正恩不出現 連她妹妹金與正都沒有出現 就因為兩個核心人物都沒有出現 所以大家才出現 就猜其實金正恩是不是病重呢 這個就是第二個我覺得有QK的地方 你想想 一個這麼重要的日子 她爺爺的誕晨活動 連其他國家的元相都會賀電去的時候 那為什麼自己的子孫會不會去呢 除非很有原因 就是去不去 這個竟然出現在一個化肥工廠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第二個邏輯 我覺得是有QK的 第三個其實就是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特朗普的態度 之前我們也說 有記者問他 特朗普 你知不知道今天金正恩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他一貫的態度又 acres嘴縉우 我說我知道 不過我不告訴你 從這句話裡面 你看到金正恩一定出現狀況 所以自己開始說 但到底是甚麼狀況 當然他沒有說 當朝中社使用金正恩已經出现 你知不知道他現在是甚麼狀態 今天我看新聞的時候 特朗普的樣子是很嚴肅的 他說我不評論 我不會在這個時候作任何評論 所以他這個態度我又覺得很吊貴 而特朗普 大家在新聞片中認識的他 其實他也是一個挺認識的 如果他知道 他的態度一定會很輕鬆 我覺得一定是有些事情他知道了 而現在這個新聞再出現的時候 令到他也有點驚訝 所以他的態度是很嚴肅 而他就說 我現在這個時候不評論 所以到底金正恩是否真的朝中社 今天出一張照片 出一些影片說他健康沒事 我也是那一句 以我過去跑新聞這麼多年 我覺得這件事實在太懸疑 實在太QK了 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說他在生 或者他已經過世 但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還有我讀一讀給你們聽 你自己又可以做一個評論 就是說過去這大半個月 金正恩到底去了哪裡 其實他是4月11日 即是大半個月前 他出席了主持黨中英政治局會議之後 其實他就沒有再出現過了 就是4月15日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太陽節 就是他爺爺金日成的誕神活動 他跟他妹妹都沒有出現過 所以才傳出是否他病重的新聞 到4月21日 就是CNN報道說他接受心血管手術之後病危 當然 但是當時這個男行人的青亞台 不斷地靜化我這件事 就是淡化我這件事 就說看不到他有健康的問題 4月22日 22日又是朝中社報道 金正恩回覆叙利亞總統巴沙爾 就是就他異故爺爺 即是金日成的誕神發表的來電電文 就說他回覆 但又是沒有照片 其實就是告訴你 他在生 還有他是有能力處理國事 但又是沒有圖沒有片 什麼都沒有的 到4月26日 就是北韓勞動黨機關部勞動新聞 就是報道金正恩向三次院士工程人員致謝 又是沒有圖沒有片 又是什麼都沒有的 然後到4月28日 就是專門報道北韓消息監察網HKPRO 就是一個衛星圖片 就說金正恩在原生市 是金正恩常用的兩艘遊艇出現過在原生市海域 包括之後拍到他的列火車也在原生市 其實也是他用的車和遊艇在原生市 其實沒有人見到他 直到昨天 就是5月1日 就是他和他妹妹去到化肥工廠 進行一些儀式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是很吊詭的 因為我覺得最奇怪的一個就是 如果一個這麼重要的節日 太陽節 他也可以不去的話 為什麼他會去一個化肥工廠的活動呢 其實這件事其實他在1月的時候已經去過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抱著我新聞的精神 就是一個懷疑的精神 做新聞的人 對所有事情都是高度懷疑的 除非各方面都沒有破綻 我完全可以相信我自己去相信 我才會相信 但是這件事 暫時看到他這個新聞圖片 其實我又真的未很相信 這個金正恩是健康 以及未很相信他依然在世 當然特朗普的態度也是一個兩點 也很值得大家觀察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 大家又可以繼續看看 又可以剝下花生 看看是不是這個金正恩健康沒事了 好了,講到這裡